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九点的航班 你还来学校吃早饭 现在都七点了 学校的早餐好吃 可是你就要毕业了 以后就吃不到了 饭卡会被没收的 还有你的 那我 要是不借给你呢 那我只能啃老了 我父母的卡 连啃老都这么坦然 我今天有萧教授的课 本学期最后一节 那个 他知不知道我们的事啊 哦 哦是什么意思 是知道还是不知道 今天教论文 他会不会来啊 本来不会 现在会了 那就是知道了 哎呀 早知道 让你帮我看看论文了 写得不好 会不会够印象分啊 其实这件事很简单 你不用这么紧张 怎么呢 你只要 假装不认识他 好 好 啊 女生啊 看见那个女生啦 怎么样 特别好 这是她写的问问 你可以看一下 自不错 而且逻辑特别严谨 应该挺聪明的 我觉得不错 他们系主任就在我们隔壁 对他们系里女士特别严格 他都说不错了 肯定凑不了 我说呢 肖奈这个小子上次怎么忽然跑去听我的课 他就坐在这个女孩子边上 你说我们儿子 不像你也不像我 想当年你对我有意思的时候 那可是憋了五六年才说到 什么我对你有意思 明明是你对我有意思好不好 憋了五六年 不 八九年 我怕把你给憋坏了 我才主动跟你说的 你现在朝自己脸上贴金了 我当年要是不答应你啊 你都要哭了 你怎么胡说八道呢 你有论据吗 好了好了 都老黄厉来不翻来 你说我们儿子到底像谁啊 大学刚毕业就有女朋友啊 反正就是不像我们两个 大概我们俩 夫妇得争 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家大神不在 跟我们吃饭 你也不用叹气吧 我没有 我是在想 人这么多 到我们这儿还有什么菜 来 葳葳 你和大神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见家长 这么快 开玩笑的 才认识一个星期 怎么可能这么快 我是指 今天 刚上完萧教授的课 你们认识两个小时 就确定关系了 按照速度 认识一个星期见家长 也不奇怪啊 没有见家长 真的没有 我为什么要跟你们开玩笑啊 不可能吧 难道萧大神改变策略 放慢脚步了 打算来一招 温水煮青蛙 一定是想跟葳葳来自爱情长跑 好浪漫啊 你才是青蛙呢 你来嘛 肯定是这样啊 先大火慢烧 再小火慢煮 迟早把你这只青蛙吃了 我估计大神的战略是这样的 先来一手闪电战 现在是在玩渗透战 拜拜 你们什么时候能持久战呀 对 先是狂风骤雨 让你梦不着方向 然后是和风细雨 让你晕头转向 最后再来的什么雨呢 乌山云雨 持久战呀 持久战 持久呀 持久 持久 三嫂 我 莫扎她呀 莫扎她 对 是我 是我 不是吧 那刚刚我们讨论的事情 她全部都听见了 丢大了丢大了 而且 她不是说 自己比梅球还飞吗 原来是美人师兄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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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林科可秀的时间又到了 小林科可秀的时间又到了 董布兰 我喜欢你 你怎么知道我是女的 什么 原来你是女的 有那么好笑吗 你说点思思能听懂的行吗 你说点思思能听懂的行吗 是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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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被调戏 我不介意 是女的 这真是夫畅夫随啊 看我不包这个仇的 看我不包这个仇的 哼 这真是夫畅夫随啊 哼